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先坐下 先不要緊 我先介紹一些 初初台務先 沒問題 因為都見到很多人在等 多謝大家 我們已經過了15000 人數是多了 Patreon方面 Patreon希望大家下面有連結 繼續支持 我剛剛見到 加了一個又減了一個 其實都在47-48的人上 希望在越來越多人看的時候 大家如果覺得每個月可以支持我們 就用Patreon去支持我們 起碼每個月固定的收入到底是有多少 而另外按讚留言分享依然都有人 當然 因為你的分享也由上一次 可能我們講劉細良那條 就比較多人分享出去 也都會看到 我個人開心看到 就是回來的所謂hater 因為講劉細良 或者是否… 這個是我個人 我經常都要講 在這裡講 我陳詠泰說的是個人 不代表其他人 可能有些人都已經意識到 或者我們講出來的分析 就很少沒有以前那麼多的所謂 再繼續在我們面前去攻擊 因為劉細良已經攻擊我們 我希望多些人分享出去 給多些人看清楚 這對無良夫婦的真面目 這個是我們所講的希望 另外Payme轉數快 都少了 因為… 不知為何 其實我會覺得 現在股票升到幾點 回來的那點 即是三萬點才講 看看過完十一國慶之後 後勁還有那麼多 十一國慶的時候 得水要停一停的時候 我以為大家 昨天和朱仔做節目的時候 都希望… 其實股票升得好 可能真的有些人可以手鬆一點 或者放幾天股票之後 幫余一買東西也好 或者支持我們也好 可以手鬆一點 希望整個過程 希望大家有我的電話 98627332 另外就是9月20號 霸氣生日的犯罪 都是希望大家報名 當然我現在沒有認真 去記錄所有 因為有些人說 七個八個 我說不要緊 你十月才加下去 現在十幾十個人一定有 我都會在… 多謝珍珠古先 在十月初的時候 然後呢 會再認真去提大家 還有兩個星期的時候 再認真提大家 因為昨天還有人報名 甚至沒有一個 先付錢 說我來不了 就當我支持為奴 入了錢 我都要多謝他 我不開命了 回到今日的節目 為何我呢 因為我這些粗重事 讓我講完 都放回我們的正題 今天 今天的正題 對我來說 我會關心多 因為始終是一個新聞界的同事 我又不敢說 他是我前輩 因為大家都做了新聞這麼久 不可能他是更加前線的新聞 也都是為何昨天呢 有一件事 就是為何會遲了兩個多小時 上一次 都已經遲了一個多小時 上一次半月的時候 昨天來到 其實遲了兩個半小時左右 差不多 是 他裏面 現在說回來 就是 那個位置 就是 他臨尾都要搞 裏面 法庭 另外就是 9月20號 那個 霸氣生日的犯罪 另外就是 9月20號 那個 霸氣生日的犯罪 都是希望 20號那個 霸氣生日的犯罪